再来地方的农产发展 凤容地区农会近几年是积极拓展有机黄豆销售通路 而去年在厂区设备更新之后 推出了玻璃瓶有机黄豆品牌 让使用过后的消费者都称赞有加 那么7月26号农会也将会到木榨农会来举办行销活动 希望借此来打开凤林有机豆奶的通路市场 凤容地区黄豆生产面积约为60到70公顷 总产量在60公吨上下 农会加工厂可以加工的量 提供在地大豆农有一个稳定的通路 并增设有机生产线 在110年新购的厂房设备 以高温杀菌、不含防腐剂、玻璃瓶装、免回收、卫生可靠为特色 借以提升品牌知名度以及开拓新的行销通路 所有的整个食品加工厂的设备还有产业的更新 重点以玻璃瓶的模式来生产 一方面是保鲜 然后另外一方面让民众吃出健康 那近年来我们积极辅导跟农民去做 以生产我们国产大豆还有有机大豆 以保鲜收购全部跟我们农民收购 作为我们国产豆奶 还有就是有机豆奶这些颜料 那我们本会之前销售的点 以花莲县跟台东县为主 我们希望透过那个豆奶饰饮的 还有就是DIY生农教育这种体验 在北部尤其我们在7月26号 我们会在木榨农会办记者会 27号在我们桃园平镇农会 还有28号在新竹宝山这三个农会 办理一些饰饮推广活动 总干事黄荣和也表示 花莲县是有机推广的大县 尤其把有机豆奶跟所有的产品 透过行销的方式推广自全国各地 让消费者能够选择健康的产品 不只能够打开有机豆奶的通路 更可以借由记者会奠定有机豆奶的销售基础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